各位網友,我前日看到一則新聞,沒什麽人留意的,作爲一個典型的例子挺好的, 想跟大家説説這個故事,爲什麽我覺得重要呢? 它牽涉到一間廣州最大的民企,叫做雪松企業,廣州自己發展出來的, 最大的民企,是世界500強,排第三百多的,然後忽然之間一夜,沒錢還給人, 我們看看這個故事,號稱廣州第一民企的雪松控股,坦白說我沒聽過, 原來沒錢給理財產品,那時候P2P的時候很多人,萬眾創新, 李克強說,出了很多這些牌,所有這些人都用這種雜誌方向, 這些理財產品,理財產品有多少錢,我想大陸怎樣都有幾萬億, 10萬8萬億,各地的理財經理,什麽叫理財經理呢,幫他去賣這些產品的人, 通常賣了給親戚朋友,自己也有些,怎樣向客人交代, 把董事長堵住在公司,要他負責,雪松集團部分股權已經被凍結, 雪松控股這次危機,和資金鏈斷裂有關, 頗有代表性,系統性金融風險, 正在中國民營企業中難言, 這間是廣州第一民企, 一夜之間發生這樣的事,你不信, 好,據財新網,2月10日, 1月30日,苦年新年,前一天, 深夜,雪松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發出自協信,1月30日,過年前, 1月底前的兌換,沒辦法落實, 那封信,這就是那封信, 一句道歉不能解決問題,2月底之前會成對, 那封信的簽名就是董事長張敬, 自正式確立公告兌換計劃以來, 盡量去搞,盡了很大的努力,沒錢給, 為什麼會忽然之間沒錢給呢, 一,是內部資金協調能力出了問題, 這個是內部資金發不轉, 張敬也證實了這一點, 有一點難以理解的, 就是中國地方金融監管當局, 和中國銀行扮演的措施, 其實這個根據我解釋習近平那一套, 他們不停在收窄這些人的生存空間, 令到民營已經是幾百家民營要賣給國家, 要國家來救他, 把民營進行運改, 令民營的資金鏈更加容易斷絕, 這是系統性原因, 好了, 2月9日下午, 雪松控股董事長張敬, 和總部各區經理, 在總部2樓會議室開會, 開的時候, 各地理財經理去到會議室要求召開員工大會, 下午5點多, 在3樓, 所有人都來了, 這些幫忙銷售的人都來了, 逼張敬負負責個人關係, 張敬拒絕, 要他自己背上身, 他拒絕, 於是僵持下來, 一直到6點多, 張敬想走, 不讓他走, 保安和員工發生推撞, 放上來, 搞不定, 坐下繼續外匯, 那些理財經理有些走了, 走了做什麽呢, call油, call了客人來, 於是收到訊息的投資人, 改去雪松總部, 塞住所有出口, 這次絕對不能讓張敬走了, 這個情況, 這麽大間公司, 大家看一下這間, 它的總部是不是很宏偉, 一夜之間他們的公司可以這樣發生, 理財產品, 其實我們不知道, 去年4月開始已經沒辦法兌現, 沒辦法給你一本錢, 但是還給了利息, 1月利息都沒辦法給, 雪松控股理財高管和溝通承認, 欠人家多少錢, 這些理財賺200億, 麻煩了, 涉及投資人8000人, 8000人, 理財經理和投資人要求張敬, 這些人自己承擔責任, 張敬又如何呢, 在2021新財富500富人網, 以448.3元排在大陸第87位, 2月9日晚上9時半, 全中國第87日有錢的人, 一夜之間, 張敬把資產劃回來做擔保, 其實這些資產很有問題, 在中山的有些地, 這些地給清錢沒有, 他拿的開源證券一些股份, 還有國企的應收帳, 你收到才算, 另外拿些東西出來, 擔保那200億, 一個理財經理說, 雪松空股認為可以抵擋那200億, 但投資者心存疑慮, 他希望地方當局, 其實是接管雪松, 說如何還債, 投資者張先生對記者說, 2020年底投資雪松信托, 那個叫做長型83號產品, 很多產品, 長型83號產品, 第二期, 應該1月28日收回, 但是回款不到, 收到封道歉信, 2021年4月開始, 雪松多次說, 兌換安排通知, 改期, 但是他一期都沒有拿到錢, 近幾年來, 馮明是財經評論人士, 中國民營企業向銀行借錢, 融資借不到, 因為政府意圖回去計劃經濟, 政府是想逼死民營, 讓他們合併到國企入面, 中國整個國民經濟, 出現一個國進民退的現象, 計劃經濟要佔據社會主導地位, 你聽我說習近平的話, 非常可怕, 如果所有事照這個計劃進行, 經濟發展出現大問題, 我感覺經濟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時代, 非常危險時代好, 就唱國歌,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代, 要不然國歌就不對, 要弄一些危險出來, 知道嗎, 一份2021年9月到12月的產品使用告知, 2021年9月1日, 到2021年12月31日, 3個月, 未對付的產品沒有錢還, 分於2022年3月, 6月9月12月, 2023年5月, 分10%, 10%, 10%, 20%, 50%還, 根本9月1日開始, 全部已經沒得還, 2021年7月9月, 針對上海, 他的計劃有名的, 陰銀慶宏3M2號債權項目, 沒有人還錢, 參加投資張先生說, 雪松是一個大品牌, 廣州最大民企是500強, 怎會沒錢還, 雪松這麽強力的背景, 才買了信託產品, 這些信託產品不是很高利息, 是89厘而已, 慘不慘, 2011年9月, 廣州開發區金融機構答覆意見說, 針對投訴事宜, 雪松控股, 將會履行厭務, 敦促他付款義務, 要在2022年1月底之前, 對付廣州金融工作局, 結果做不到, 雪松控股, 這棟大廈是不是, 這棟大廈, 這棟大廈很厲害, 這個總部, 全球總部, 1997年創立, 全球總部在廣州, 是廣州本土成長, 世界500強企業, 他做什麽呢, 大宗商品供應鏈, 這個奇怪了, 做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在過去一兩年, 起價起都很厲害, 應該賺大錢, 化工新材料, 文化旅遊康樂, 社區智聯,智慧聯線, 社會公益服務不是生意, 旗下擁有, 齊祥騰達, 希努爾有兩間上市公司, 以每年做生意, 2334億, 世界財富500強, 第359位, 連續四年上榜, 一夜間灰飛煙滅, 這間公司, 好了, 講到董事長張敬, 18歲就被深圳大學錄取了, 在大學時期通過炒股, 賺到第一筆錢, 97年金融危機, 97年金融危機, 退出股市, 這個人40幾,50歲, 走去房地產市場, 從事房地產的主體是均華地產, 原來做地產的, 就是雪藏控股的前身, 接著什麼都搞, 房地產有息金屬, 做有息金屬買賣礦物, 我真的不明白, 金融投資這個麻煩了, 金融投資就, 我解釋給大家聽, 汽車銷售, 做賣車的, 大宗商品領域, 大宗商品領域, 還有有息金屬投資, 還有房地產, 似乎就是他主要的生意, 到了2015, 雪松資本成立, 雪松控股, 成立控股集團之前, 他就擴張了, 其實他開始玩財技, 那些生意是買回來的, 2016年, 48億現金, 收購上市公司, 齊祥騰訊, 40幾億, 大陸你不需要賣光控股權, 你就控制了一家公司, 如果公司有錢的話, 你就以小控大, 這個就用槓桿原理, 是很著數的, 很多時候就用這個方法來, 突然間變得很大, 如果你問銀行借到錢的話, 2017年用42億, 收購上市公司, 希努爾, 這兩宗他覺得好處了, 2019, 這個就是他死的原因, 超過100億, 收中綱國際信託, 71%, 這是其中一個死因, 這家是做金融產品的, 結果背了一條大債在身上, 已經用了100億, 然後再背了債, 到2020年, 他的信託項目已經出現兌換困難, 在接手中綱之後, 不停發行新項目, 2019年8月, 到2020年7月, 一年間出了67個計劃, 67種產品, 即是一個月出5至6個, 每個是幾億, 我現在做這個項目, 你們投資我這個項目, 我把債權放下來, 保證你有8厘幾收, 大致是這樣, 每個理財產品都是用信託基金釘到一個投資項目, 爲什麽產品沒有正常兌換, 就因爲他投資到那個項目那裏, 項目結束了, 或者那個項目賺不到錢便沒得回, 那個股東不同意見, 很多錢去了廣州舊城改造, 我們看看這件事, 廣州舊城改造花了很多錢, 這兩個理由沒有說服投資者, 其實2021年4月已經出現問題, 5月雪松控股在上海總部和2000個投資者面簽, 他們原本持有中綱信託預期項目, 收益權轉了給雪松控股, 中綱是做這些事情的, 那幫人持有這些人, 因為他們做了那些項目, 把這些錢轉給雪松, 而雪松負責還錢, 雪松宣傳材料, 聽清楚吧, 恆大地產集團紫希公司, 在廣州舊城投入了18.73億, 簽約拆簽92%, 估計會賺20億, 合同信約收益率每年8.3%, 結果這件事死了, 恆大死了這件事當然死了, 恆大有很多廣州舊城改造, 因為恆大是廣州的地膽, 他加上恆大做, 我想這裏已經死了幾十億, 收購中綱國際用了100億, 他覺得他有錢, 其實那間已經周轉不靈, 他背了數字上身, 覺得他的資產是值錢的, 結果那些資產又有問題, 還有, 他部分項目是和華夏地產有很大的關係, 華夏幸福連平安都害死了, 虧了490億, 我想只是這兩件事, 他收購中綱國際用了100億, 幫他背了債在身, 然後那些資產不值錢, 構成項目用了幾十億, 在華夏幸福用了幾十億, 這間公司就掛掉了, 大家看看他的balance sheet和pnl, 我跟大家研究這個項目很有趣, 他號稱2020年半年, 這是資產負債表, 10月31日半年, 6月的時候, 他全現金有63億, 本來跌到55億, 不見了幾億, 錢去了哪裏呢, 我圈了那些可疑的地方, 看一下, 他收了9億數回來, 應收款由37億跌到26億, 他資金調轉不靈, 很努力收錢, 已經不卸數出去, 這裏應收帳減了9億, 他手掛錢回來, 好了, 存貨, 哦, 你就知道, 根本這間公司在做假數, 他由120億存貨, 增加到147億, 去掉那些地, 那些賣不到的東西, 多了47億, 你就知道, 他現金周轉不靈, 這裏, 9億, 現金少了9億, 收回9億出來, 塞了在存貨上, 流動資產, 這樣多了5億, 其實全部就在存貨上, Current asset, 好了, 大家要看它的long term asset, 這間公司有多liquid呢, 使用權資產, 無形資產, 上源, 全部套不到錢的東西, 因為收購那些上市公司, 120億, 這裏, 跌的, 120億, 好了, 固定資產70幾億, 有200億不能動的, 投資房地產, 這個, 不知道賣不賣得出去, 68億, 再建工程24億, 他真正的asset, 除了現金就在這裏, 80億左右, 所以資產總共900億, 股東, 實際上, 股東的權益, 實際上借錢, 短期借錢100億, 短期都借了100億, 還有, 合同負債, 什麽叫合同負債, 我將一個項目有些權益, 按了給你, 或者買了給你, 定期買回來, 3億, 這些, 應付票據30億, 應付款項40幾億, 這裏加上200幾億, 200幾億, 大致上這間公司, 表面有三四百億, 但是, 這兩項佔了100幾億, 投資固定資產70幾億, 然後很多假數, 存貨你160幾億, 這間公司已經資不抵債, 一定是資不抵債, 好, 大家看他的利潤, 他說做999億生意, 他一直撐住銷售增加, 營收總成本又增加了4億, 怎樣呢, 利息費用差不多, 原來他去年那半年賺錢已經是靠投資收益賺回來, 2億多, 今年沒有了投資收益, 沒有了投資收益, 賣不到出去, 沒有東西賣出去, 投資收益賣出去, 他就報還有13億賺, 即是一年有24億賺, 表面還在賺錢, 現在我一夜之間暴幣, 你看他的錢完全在哪裏, 你就明白, 沒有公司說賺4億, 去年沒有公司賺9億, 這個前半年, 沒有公司是最真的, 任他做盤數, 他說賺9億, 這個就去了4億半, 這半年, 原來錢在哪裏, 砌這條數出來, 小數股東權益, 即是他在那些項目中只有小部分股東, 於是看不到數, 就報大數, 報多7億回來, 所以今年半年就維持了13億, 整盤都是假數, 全廣州最大的民企, 全世界排名是300多, 一夜之間就掛了, 你說在大陸的民企是多麼淒涼呢, 各位網友, 2022年農曆價雖然完結, 但是人民超市有個驚喜, 22元優惠給你, 多少樣東西呢, 巴西梅肉片, 一字骨, 新產品台灣紅豆千層酥, 番薯千層酥, 還有CP四款小食, 香酥雞塊, 蜜汁雞翼, 香榨雞腿, 香味雞球, 三款聖真香的甲心曲奇, 和馬來西亞D24榴槤麻糬, 全部22元, 買了以上的產品還可以用22元, 換購恒河咖哩黃金咖哩雞一包, 價值45元, 再出22元買黃金雞, 是不是夠驚喜呢, 優惠期2月7日至2月28日, 千萬不要錯過,